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多处破旧漏雨 屋主冯俊凛在这住了十年 先生于五年情过世 他和两个孩子更无力处理 此致志工提供孩子的教育补助结缘 带来希望志工们合力帮忙修善 家变得换人一新 冯俊凛也重新打起精神生活 带转手心 冯俊凛定期到环保镇 体验付出的快乐 戴一新闻这是美志工傅立荣 陈俊斌一年报导